是會有問題的 斜的這個部分是斜邊的 上下注意都把它寫上來 就是我現在是這樣 上下都把它寫出來 然後同學注意看一下 這個是第一個 第一個部分呢 就是它的正面的部分翻開來 它就是這樣 就跟我們在做後開叉的那個樣子很像 這個地方距離是兩公分 所以呢 我們現在先把它翻到正面來看 要先接的是裏布跟貼邊的部分 所以呢 這一塊 那個 等一下 先不要錄 好 這個是裏布 所以呢 你現在要找到的這個 就是這背面喔 然後呢 這也是上 這是下 好 那在這裡上來三公分的地方停止 所謂的三公分的地方停止 就是車車車到這裡 所以這兩片 車起來 如果我們在做外套的時候也是一樣 就從最上面肩膀的地方 車一公分的紅泡 車到三公分的位置 因為一樣 長度是一樣的 好 第一道線 這到三公分的地方 然後回復 我放在前面 幫我拿一下 然後呢 同學注意喔 剪的是貼邊這一塊 剪的是貼邊這一塊 裏布的部分不剪喔 因為它要轉向這裡 所有的縫分最後要導向這裡 可是我這一邊要打牙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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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要打牙口 就是這一片 剛剛不是車了 一公分的這個地方對不對 回針 然後這裡打牙口 打貼邊的這一塊 打貼邊的這一塊 是三公分的這個地方 然後呢 跟錶布的部分接 這裡 錶布 跟它接 所以呢 接起來的時候 都照著接 反正我就是一公分的紅泡 我就照著接 照著你的弧度車 合一個 好 這樣這裡 請注意喔 這樣 剛才我不是打了牙口嗎 就這樣 然後這個不管 可以車到這裡 好 這是貼邊跟錶布的部分 然後呢 因為你只要是彎度的地方 都要修縫分 這裡不做 好 慢慢的彎度的地方修小 好 就只有修彎度的這個地方 把縫分修到0.2到0.3這樣 把這個地方修小 好 好了以後 翻過來 拿到修斗的地方去做整燙 然後呢 你要把這個縫分燙開 把縫分燙開 為什麼要把縫分燙開 你只要把縫分燙開 它就可以很邊邊圓的這樣 快到這裡 把它往裡面抓 所以同學等我一下 剩下什麼 這邊是我剛才折過來的 縫分全部導向你部的部分 剩下來的就是這一塊 翻回來 就跟我們什麼 跟我們在做 這一條 注意看一下這裡喔 是不是它在這個地方 所以呢 你就回來 不要拉到最前面喔 因為它的完成線的位置 因為它的完成線的位置 同學注意看一下 它的完成線位置不是這樣嗎 這樣 這一條完成線是在這裡 我們是不是留了1.5公分 可是如果只有1公分的縫分 我們去做這樣 拉回來 拉回來 撤起來 後面這一個 不要把它拉到最前面去囉 好 這裡 1公分和縫分 撤起來 好 這裡了 撤回來 這樣 好 那我剛剛是 事先就把下擺的部分燙好了 完成 放起來 這樣 好 那這裡是不是有一個洞 就跟我們在做禮布一樣 對不對 這裡有一個洞 這邊我就要用長針縫把它縫起來 這裡就是下擺完成 這樣 這是最簡單喔 也是很正常的下擺的處理方法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是第一種 這個是跟著它的 這是跟著它走的 那第二個是這一個 第二個 那同學注意看一下這些 這幾個 這幾個書籍 那第二個是這個 第二個部分就是從頭車到尾 那你的表布跟貼邊 現在是這一片 貼邊 底部 好 從上 車到底 整個車起來 就要看 上針 下針 不管你是哪一個部分喔 不要弄錯邊喔 上下 最後一個 這是在成衣裡面很常用的 雖然它有一點點小奇怪 但是現在的成衣很常用 就是表布跟裏布從頭車到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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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因為所有的紅分都會朝向裏布 這邊要分兩段車 這邊要分兩段車 同學注意喔 車車到這裡 所以分兩段車 對好 好 從這個完成線的這一公分的地方 你看我常常會用錐子去做記號 就是 我要把它鑽一個洞 那你就是 看得很清楚 那個完成線的位置 要車到哪兒 沒有 要車到哪裡 所以都是從頭車到尾 能不能來 接下来的部分就是把这一个拉到跟它起 然后呢 这一段我要车 同学注意一下 从这边这样车车车车下来的时候 它要是顺的 就是就等于是这样 就等于是这样的意思 从这里车过来 所以这个地方一公分 因为我们的有一点短 如果你的以后的外套它的长度比较长的时候 就比较不会出现这里很牵强 因为我们这里有一点点短 然后顺着它 这条线顺着 所以现在这一道线 我现在要车的这一道线 就这一个部分 车过来 做完后 再来跟刚刚的动作都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 刚才我们是车的刚刚好 所以呢 这个地方后面 这一路会过去 刚才我们是车的刚刚好 这个地方的布料 这边因为拉下来 刚好车到这个位置 那从后半段的部分 就是后片从这个地方一直到后片的部分 它就是重叠的 那这个地方它就是平的 那从正面你必须要让它看不到 像刚才有一个凹 不能拉进去 所以它的位置又要车的刚刚好 你位置 你两个位置在车刚刚好 那这一片车到这样 那这里不能流动 所以这里要用长针缝把它缝起来 那其他的部分都一样 因为你的下摆的缝分一样 这边的缝分 全部喔 要把它烫 跟下摆的那个缝分都要烫一样喔 所以你做出来的时候 两个背面不一样 正面其实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我刚刚烫的部分是 把缝分烫开对不对 所以你要用个锥子这样推 那这一条完成线不能让它在边缘 要让它往里部的地方靠 所以呢 做出来两个会长成这样 那我要看的部分就会是长这样 然后呢 现在这个部分 暂时我不会要你们把它缝起来 如果你有做错 你就可以再去做修改的动作 所以你只要交来的时候 请注意喔 4公分 一样下摆是齐的 齐的 它就是烫成这样 所以你交来的时候就有长这样 那有没有问题 我们下个礼拜我们来上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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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